好,歡迎回到新一集的動漫萬歲,我是阿森 今天有一些人想來爬水催,想來聊天,我就是友台的大王 大家好,我是友台的南方 說回收聽方法,就在Facebook搜尋電下Otoss,找到我們會定期update節目 另外還有這個YouTube Channel,希望大家都訂閱,最好按旁邊的鈴鈴,密切留意我們的更新 另外還有這個電下Otoss綜合討論區,也是在Facebook 歡迎大家ad進來和我們一起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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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 那兩位要不要宣傳? 不用啊,我的節目反正大家經常貼來貼去,應該都知道 應該都是搜尋YPR,綜合討論區 那今集就因為講一些,其實對我們來說是童年回憶 但是現在的人應該會覺得是老餅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當然我們也要找兩位 一人的老餅 大家都是 笑什麼畜生,你也是老餅我 對,大家都是 大家一群老餅想聊聊這個話題 就是童年回憶,我們被騙錢的玩具系列 當然有些朋友可能會說 照計玩具系列賺你錢就當然了,為什麼說是騙錢呢 當然會討論一下玩具 即是討論一下動畫也好,再講一些商業手法也會提一下 我們今天都好像講幾樣東西,會是嗎 首先定義一下,因為每個人的童年都不一樣 每個年代都不一樣,我們暫時就豁了在80至90後的童年回憶 即是00年代的一些賣玩具的動畫 我想應該是90後會接觸得多些,或者再童年一點 我們就駛車邊一般搬來的80個包 對,80後尾都會有人跌 交界圍,即是作品大致上是00的位置 即是00年代出過的幾套 其實也不少,所以我們就豁了四套出來 分別就是超速搖搖,爆船陀螺,激鬥戰車,以及爆丸的 為什麼這四套呢?主要是因為,其實還有其他 譬如彈珠人,當然還有很有名的遊戲王 或者後一點還有陰陽大作戰之類的 陰陽大戰機,數碼暴龍當然也是 為什麼我會特意選這四套呢? 首先就是其他那些呢,相對呢,就算那套作品是真的銷售玩具的 故事性也是偏高的 但是這幾套呢,就擺明是只是為了銷售玩具而已 即是有些作品是,他出一套東西 你知道那套作品出,就想起他怎樣附帶一堆周邊產品去買 那感覺比較重 今天要講這幾套呢,就很明顯是有件副產品要買 所以就副產品要做一套動畫出來 就要圍著世界,整套東西的世界就是圍著這東西轉的 就是用來宣傳佈來的 沒錯,另外就是因為這幾套呢 就算如果不介於一些再大一點的系列 譬如遊戲王,或者是數碼暴龍的話 或者聰明小精靈的話 其實這四套呢,在那個年代都曾經產生過一些小朋友之間的社會形象 所以我們就會主要,首先就會討論一下這幾套東西 即是他們的動畫,還有之後可能再講講他們的玩具 再順便都是青絲圓的 有些位置可以賺,有些位置可以聊 即是會講一下動畫如何,對玩具又如何 你會無緣無故現在看到動畫 你會發現某些製作人原來有做這套東西 甚至原來現在看到動畫也有很多套租點 你可以稍後再慢慢講 那是不是由類似年代 這些年代就是他們的推出次序 大概排一排 是的,一套一套開始 首先就是超速遙遙 應該是這麼多套中最早在香港播放的一套 其實遙遙其實本來曾經在香港也算是有些風潮 因為可樂是出過一堆遙遙的 還有遙遙也有趣的 是久不再會寫一次 好像以前應該是我們小時候都沒有記憶的時候 再久一點就好像是可樂有的一套遙遙 之後沒有記錯,Coco就是那本雜誌 買了雜誌,小朋友看那本 就會有做過不知道遙遙什麼的 但那一套就是跟Duncan那一套遙遙合作的 變成那個就不是今天的超速遙遙 這個超速遙遙還要做後一點,還要有動畫版 就是動畫版還有中文主題曲 還是由這個方力申去主唱的 好聽的 那時候九九幾年到00年的 日文改編動畫是填詞的 正所謂舞共超速龍球 扁造手中狂獸 我記憶中 因為我80,其實我記憶中 小學那時候都紅過搖搖一排 不是這些動畫的連動 因為香港真的有一陣子是這個遙遙 亦都認真地搞過比賽 無論是之後真的因為超速遙遙 而引伸到真的很多人去玩遙遙 真的多了人去參加這些比賽 其實我想到現在都有這類型的東西 還有剛才我醒來 但是Coco原來嚴格來說 好像推出了兩次的遙遙遙 一次好像是Duncan 一次就跟Bandai那堆遙遙遙 沒有記錯 有一個漫畫是他的原創畫的 好像我不記得是不是 好像是歷奇老師畫的 我怕我記錯 好像有一套 其實遙遙遙遙用的模特兒 就是響鐘前有一段早早消失的時間 就是大家在那裡聊吹吹吹吹 在上堂之前大家在那裡坐下 那時候就是最流行大家拿個搖搖出來 就在那裡霧了 然後我去學校很嚴 我一見就收眼 我聽到那些老師說 你沒完沒有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沒完啦 各位佛企 通常都會收 不,我們問那些老師在那裡看 沒有啦,上去啦 那些都是這樣 那時候也挺Hit的 而且我覺得這四套應該是 那一套玩具是比較對小朋友有益的東西 是 因為你要練那些招勁力旋風 後面那些雷里馬鈞 是很要練新手的 那也算是運動 雖然你練那時候會很多時候 扔掉家裡的天花 扔掉家裡的光管 我也試過自己買個條件回來 就脫了手就爆了光管 我好歹沒試過 我真的沒試過 因為我不敢亂丟 我試過斷了繩子飛過去 撞在玩具上 幸好交公仔就沒事了 但其實我記憶中 那套動畫 即是說的是 科力申唱著那個 那套動畫 其實我記憶中都不差 其實挺好看的 挺熱血的 不斷講講故事 其實就是那個男主角 唐本順一 就是一個運動 即是各種東西都運用 即是玩運動很厲害 是各種運動都很厲害的人 他覺得這些東西很沒有挑戰性 直到某一次 他又是兒童花經常出現的東西 就是有個惡霸 跟你比賽鬥搖搖 輸了就搶了你的搖搖 那種 那種 那套動畫本順一本流沒有興趣 那後來 就跟朋友 怎料被朋友 激象發的 就說 這些事情就兩三下 就可以玩得很厲害 那接著就借了朋友的搖搖 跟別人比賽 玩 跟那個惡霸打完之後 剛剛又遇到另一個 另一個搖搖好厲害的人 那他就跟他比賽 結果輸了 他沒什麼可玩運動會輸的 然後就激起了 為了要贏這個對手 對 就不停地苦練 然後最後參加比賽 中間他講他如何很急速地成長 成長到最後他再跟那個人再打一次 結果輸了 就是他結束了 他輸了 但是因為他是始終亞軍 而且他說日本區的比賽其實是為了 就是世界區那些 又是找一些高手 然後去世界區 所以你依然有機會 我記得就是到這個一圓 世界編不好意思沒得看 應該我懷疑是動畫製作 人氣關係 就未知可以再像以前四驅車一樣再出的世界編 還有看一些資料 是我們四套講的動畫之中 它是最短的 只有22集而已 一個Season 以那個年代來說 只有兩季分量很短 所以動畫人氣不高 而且以四套來說 它是比較貼地的 它還沒到之後的幾套 這麼說 這套如果有物理傷害 因為真是只是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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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蔡橋龍出去攻擊人的 而且真的真的會在搖搖搖搖搖 不用死人的 這套是不會死人的 最嚴重的那一次就是唐本順一玩到手傷了 是傷到其實他不應該再比賽 但是他強行用止痛藥去止痛去打 他去玩就OK了 所以其實這套動畫是他銷售產品 銷售得來 我不知道這個字幕會不會有 有些廉恥 對 我就是想這樣說 有些廉恥那套 因為其實你撇開遙曉 即是你銷售不銷售賣不買產品的東西 你就當一套卡通片去看主角成長 他中間要急速練要去追到那個人 追到對手其實是熱血的 還有他最後是鬥勁力旋風 就是鬥勁力的搖進去看哪要轉內一點 有些人說你的啤梨勁力量上應該可以 其實也是手勢的 還有他有說到他兩個是故意有個科學家 弄了兩個很勁力的搖腰給他們試 一個是倚天劍一個屠龍刀 那兩個搖腰之後香港人賣是很昂貴的 又不是很昂貴一般般可以拆 變成了這套動畫真的小子成長 而且是比較像運動作品的 還有他有時候那些奇招 那些解釋是有文有路的 真的做到的 譬如有個靚摩 為什麼他那時候在VR畫版鬥快 你出一些招越快就快 但是他從本上一跟他出同一招 結果不夠他快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女生故意剪短了一條繩 一條繩短了 你就可以容易收得更快 其實真的 有些人說他應該是雷霆萬鈞 有些人說用那隻 那些人故意剪短了繩 去做一個搖腰就只是做一個招 有些人這樣說的 意控制很多的 我都試過是意控制很多的 那是有廉詞 還有那些人有根有據 裡面做的事情 你肯練 你有一些天分 你實在做好 也有些離譜的 又不要讚到一面倒 譬如北條苑聖斗的那個叔碧 曾經試過停了電 黑漆漆的照著玩陀螺 不是照著玩搖搖的 那小朋友就千萬不要學 是危險 但實際上要做真的做到 應該是做到的 因為我有個朋友真的做到的 是 撞死你 真的不要亂來 真的撞死你也不要 那這個其實 有些人說有些戲劇化的東西 一定有 但是以動畫來說 今天要講裡面最有廉恥的那一套 最討厭的 但是當年的玩具 我想講一個作品大概 是不是要看玩具 當然要看玩具 這些玩具 怎樣 從誰開始說 當然 從我們最喜歡的一家公司開始說 其實這套作品裡面 銷售過一堆遙遙遙遙 那堆遙遙是有很多不同公司推出 但是這套作品裡面 那堆我調查的 沒有搞錯 應該是Bandai那邊搞出來的 就是他那堆什麼 快啊 總之你的樣子比較漂亮 但是其實現在也比較少見了 好像是 那一堆的東西 其實之前也說 Coco有一次的漫畫作品 就是銷售過那堆的 而這套裡面所用的那些 都是他那時候那堆遙遙遙 那一堆湧遙遙遙遙遙遙 日版 ấy 那些爆 выб BY 有人看見 derm低 Kalau Part 2 上有一個火球在上面 你看到架甚麼 Chain 大門創造了一些刺濛在上面 抓花很漂亮 として 但是日版搖搖真的老實實你隨時玩不太好你沒有擔爛 是容易擔爛的那時候因為它做得很輕 很薄的膠 所以那時候你不小心斷了繩子飛出去 它搖搖會爛了邊的我試過都 但是那些位置老實實都真的 那個人是帥的 超速龍球很漂亮 很漂亮的超速龍球 最後不知道有一個是水龍 超速火龍和超速水龍那些花紋都是超漂亮的 那時候玩到是用吸索盒去包一整隻搖搖 然後你開完之後你用到一類鑰匙去組裝那些搖搖 扭起那些搖 是要拆搖搖 你可以加重一點下去就可以 然後改了搖搖的形形 由普通兩個漢堡包式 我忘了那個詞文 兩個漢堡包再給蝴蝶形的可以改的 那隻搖搖是可以換件的 其實那隻很過癮的 可以調整軸的闊度 譬如有些是要玩那些可以繩花的招式 你這樣教完就會容易玩很多 所以那些設計是真的 是認真設計給你去玩招式用 那當然現在的搖搖 去到現在的年代好像玩搖搖的那些都是用外國廠的 不知用日本廠 但總之都應該不是拼大 好像沒有出現的 有些都還有 譬如Fireball其實是應該還存在的 應該還有賣的 所以其實它還有一些有部份是存在的 但是超速龍球、超速火龍、超速水龍這些就應該之後沒有了 動畫帶出來或者漫畫帶的那些就沒有太多見了 但是呢 當年香港就是出了另一堆奇葩的搖搖 剛才我們說的那些搖搖呢 我們當年在香港是見不到的 見到 有見到 水貨那些 水貨那些在香港還沒播動畫之前 是Coco做漫畫 一會兒就有很多玩具店賣的 但是到那一套動畫播 漫刀甲唱歌那一套播了 之後呢 那一堆日版就少見到很多 不見了 今天又取二代之後 你看到什麼呢 港版搖搖 港版就是港版 就是你最高是那些盒 幹嘛歧視港版 你最高是那些盒子上的字 就變成了中文字那些之類 不是啊 當年沒有搞錯 應該就是瑞記來的 肯定 我肯定是瑞記的 瑞記呢 當年就不知道哪個天才想到 不如我們代理了一套搖搖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 版權上的東西 不可以出現跟日版一樣的樣子 所以當年又出現了一套奇葩的搖搖 你的樣子就真的跟日版好像有躍肝位的筋 但是上面又變成了不是原本那些拉花 有火球 真的有火球的字 火球那邊呢 你認同其中一邊 用中文字寫著 什麼 超級火球 是 而另一邊呢 就有用這個搖搖動畫裡面的角色 那個人頭在一起 沒錯啊 嘩 那一套搖搖當年真的嚇死人了 嘩 真的 我真的頂你的肺 我真的看到 我看Coco的時候又留意那一套搖搖 我再看到港版那一套 一眼看那個人 每個人都問 做什麼事 做什麼 這這條搖搖什麼事 黑包啊 意變啊 問題是小朋友是會很混淆的 咦 你說這些是超速搖搖的搖搖 但是為什麼不同樣的 超速龍球是這樣的 裡面那個超級火球 主角好像初初是用超速火球的 拿出來藍色 沒有幾乎是藍色在上面 不知道是綠色還是橙色透明蓋 然後再有一個火球 很酷 寫著火球 然後你去回門 那個火球 沒有找到那個印 但是為什麼有一個唐本書 在上面 然後不知道誰 有一個中村名人的樣子 在上面 有一個唐本書 那比較漂亮 都是中村名人 他真的跟回 真那個中村名人去畫的樣子 就是搖搖高手 他的樣子又覺得動畫班不是特別帥 還有一個髮型是 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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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爆粗朋友說的那個 公園會鎖卡 真的公園會鎖卡 真的公園會鎖卡 所以當年大家的小朋友買回來 一個搖一個 衰在它 又咬不完 其實也挺好用的 功能上是挺好的 功能上是挺好的 功能上是用得來 又沒有日版隊那麼貴 超速龍球是很好用的 但是你要吃掉那個人頭 很難養小 所以當年大家就找到貼紙貼著 遮住的人樣子 有些撬開膠撕掉的人樣子 再貼上貼紙號的 改喬妖的方式 改了出來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錢玩這些 但是以我的印象 除了這些玩具之外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公司推 我發現那時候好像多了比賽 是的 因為我查了一些搖擾會 是那時候跟瑞記去搞一些 叫做搖擾比賽的 有的 那時候Coco 再在動畫版之前去推 是叫過一些 真的外國搖擾高手過來做表演賽 西九龍那些 有的 這些都 還有搖擾的性質 跟我們之後說過幾套有些不同 因為陀螺雖然 一直自古以來都有 是的有動畫這樣說 但是改到 不是不是不是 從來都有 從來都有 是的 古埃及都已經有 是的 但是 他說到變成他那種玩法 是他開始 和變成他自己一個小媽 但是搖擾從來都是這樣玩法 當然他自己訂了一些招式出來 但是你又可以自己再研發招式 所以 其實本來玩搖擾的人 現在是一幫很大的群體 現在走移同 向他弄一套動畫出來 其實就是 吸了一番新一代去玩搖擾 是的 我想 得意在的是 我們等一下要講幾套 他相關活動 或者很多東西 都是要靠動畫方 或者玩具箱去搞 只要他們不搞 這件事 就不會再有任何人玩 有任何活動 但是搖擾 在我們今天要講這些東西 得意在 在未有這個動畫 或者是之前 有人練搖擾 有高手 有人在玩不同花式 有人在做研究 去播放動畫版 吸了一班人過來 小孩子進來再玩 有些可能那時候玩一下 真心喜歡這件事 不是借為動畫的 他們玩玩玩 到那個動畫 因為剛才說的 其實是一季 雖然兩季 兩季 總之一輯動畫就完結了一套 然後 記憶中 日本 日本就再沒有這些 很搖擾的漫畫 動畫作品 但是玩搖擾的人 繼續會有人玩下去 到現在我也有些朋友 是玩搖擾 還經常練習的 因為動畫的效果 最不好的是他 但是 那件玩具最詳清的就是他 因為不一定要 基於那個 你不一定要基於動畫商 又不一定要基於 Bandai 出搖擾才能買 你沒有Bandai 做好 沒有其他廠都可以玩 甚至他的功用不算很大 他可能只是 在其中一代的人裡面 令到有一批人 跑去玩搖擾 但是效果不算 十大大 有很多現在玩的 不是看動畫而玩 有吸引人進去繼續流 但是這裡 講一個搖擾extend 可以再奇葩一點 其實還有另一次 是由一些 文本而延伸的搖擾熱 在超速搖擾之後 大家有沒有留意過 其實玩具店之後 有一派經常賣雙鑽搖擾 是的 其實角度 提兩句算了 是來自 電導式那些 對 判龍殺 那個名字很快 有些感情 還有那個搖擾真的漂亮 有一條龍印在上面 有一條龍印在上面 但是那個搖擾是昂糕的 因為我有 你一進去 因為以前那個搖擾 會有一點點坑紋 就等你收起來的時候 就塌塌塌 塌了你的手指 那你的手指不會太痛 也有一點點痛 那一盆龍殺 他們兩個是 exactly 好像兩個鬆餅 蓋在一起 完全沒有那個粒位 去遷就你的手指位 一抽上去 他的啤零很厲害 一搖下去 一搖下去 一搖它好像 風火輪一樣 但是你只要在他 還沒 真的快完 那一搖收起來 一搖收不到 那些很厲害 一搖上去一搖 砰 炒了手指 你知道我第一次玩 我炒完之後 我馬上玩不到 我直接丟到搖擾 我的手指 很痛 師傅 很痛 他變成有些 沒有那麼跟人體工學做的 但是那次其實 為什麼是雙傳這牌子出搖擾呢 其實是因為他 好像在大陸出了 有動畫 不是動畫 好像動畫也有 但是有一個真人電視劇 什麼 是真人電視劇 什麼 哪裡 叫做火力少年王 我找一些年輕人拍的 怎樣的 大陸找一些年輕人拍的 OK 總之拍兩輯 中間還要有些人 穿過一些好搖 或者 你還知道 動畫版做就OK 但是你一去真人版 你衰硬的 是 他裡面真的有個面具佬 面具佬帶著一個油 噴了一些東西 噴到超粗粗的油的面具出來 在那裡扮面具佬 哈哈哈哈 你現在真的要輸給我的 哈哈 我只會覺得走遠一點 這是真人拍的 走遠一點 覺得一定有警察的身份證 但是它是真人電視劇 Coco好像有畫漫畫版 所以在超速搖曉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是有另一次文本 而產生雙轉搖曉 其實是燃了一段短時間 也有的 但是現在還在玩搖曉 那些主要都買回其他品牌 當然還有人玩 當然是 好啦 搖搖說到這裡 然後接下來這一套 嘩 哇 我要遇你硬碰 對 爆裂的高速善動 對 也被高登巴打改編成一首機歌 哈哈哈哈 那是歌詞本來就 那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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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所以說你硬碰不就很難怪我會在野 我想說 我想說 究竟當年為什麼可以找到 找到神聖來唱 雖然那些什麼 蘇馬布林二 華仔 但是解釋不到 解釋不到什麼事 那時候真的 為什麼 那時候可以叫他 叫他 叫他回來 還要唱兒童歌 是有點奇怪 其實我那時候 那個劉德華也是 蘇馬布林二 那時候很奇葩 劉德華可以解釋 是他那段時間 我記得是他 應該是財政出了東西的時候 可能發TVB填數 你當是 可能是 可能是 但是神聖應該沒有這些東西 那就是講一個爆船陀螺 就是有一個永恆的懶解就是 搭船不要玩什麼 就是爆船陀螺去爆船 就是爆船陀螺 那時候爆船陀螺的確是因為 這套動畫是香港牽起在鎮熱潮的 就是看到一些新聞 我那時候都親眼見過 真的有人用刀片改陀螺 就是在玩的 真的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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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那一腳陀螺 其實向來都有的 但是那時候通常的人玩 就是一條繩捲著陀螺 然後推出去 可能鬥轉得很久 但是現在改了那種玩法 就是陀螺是互撞的 撞飛人家 撞散人家 它有一個發射器是你拉邊然後用邊來扯陀螺 它自己自轉就在盤上對打 轉速就比你用繩扯出去很多的 那種感覺就是撞過去 像摩托般轉的東西 其實很爽的那個東西扯繩 而且那時候很有趣的 它那條又不是真的繩來的 是膠帶來的 有狗啞以後裡面有齒輪去推那個東西轉的 當年有些玩具譜很有趣的 有些好像不是官方 但是有些會做一條很長的 那些就是文具譜那些 長的都很糟糕 一扯你因為那個長的 變成你的轉有時候轉得更厲害 你靠近一點之後感覺到有風的 是有風的 是很瘋的 那爆船陀螺其實都是基於動畫所做的玩具project 不知道是動畫project還是玩具project 應該是玩具project然後用動畫做宣傳 動畫副產品 對 還有它那個陀螺是改了的 像是模型的 就是分了幾個組件 那你又可以買幾款陀螺回來自己砌一個你覺得很厲害的陀螺 又可以改件那些 然後跟別人玩 那他在上面會做了一個好像蓋過章仔在那裏 就是被砌一隻類似聖獸的local在上面 就是主角用一些不知什麼的青龍 青龍 就是這樣 那當然是你那隻有朵 對好像很帥 那講起聖獸當然要講一套說話 故事就是講這個男主角木之公孝男 就是一個很熱愛陀螺的小朋友 他不是以外陀螺 他不是以外陀螺 劍道嗎 不是 他不敢喜歡劍道的 被阿爺吵咬他的 不是以外陀螺 是以外陀螺對戰 是 吵你 我先說錯 唉 沒說錯 那他就 然後某天又是遇到惡霸那些 又是搶陀螺那些 那幫我的朋友出頭贏了 然後又撞到另一個很重要的男主角 火渡海 哈哈哈 不要笑著 等一下再說 然後就 然後就不打不相識 然後就參加比賽 然後認識另外兩個同伴 就組成一隊叫BBA隊 日本隊 就去跟別人 跟不同世界的陀螺手挑戰 然後挑戰到最後 就發覺原來這場比賽 是 是這個 是一場陰謀 就是因為原來這些陀螺 我無緣無故會發光 就出了一隻怪物出來 原來那些就叫聖修 原來就說 俄羅斯 就是想利用聖修去做武器 那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 就是 就是 那個 他們日本那個會長搞出來 是用來破壞他們這個計劃的一個 就是想靠這個BBA 鍛鍊的BBA 然後去對抗這個 邪惡的螺絲 對 然後最終孝蘭就憑著自己和青龍聖獸的牽伴 和對陀螺的熱愛 還有對同輩的信任 對 就擊倒了這個BBA 其實沒有擊倒 最後那個場好像還沒打完 沒有打完 只是一直玩下去 打到整個場都破壞了 對 你不知道為什麼有兩個小孩子 中間玩陀螺會整個運動場的東西破壞了 他最後就是 更難得好像邪惡白書那個暗黑武術大會 我真的覺得 就是友台 Sunny 他經常都說網靠王子 打到一個人都想觀眾席 很小事而已 玩陀螺是這樣 陀螺 陀螺爆了的場都是這樣 最後就是 去到一個很happy ending 就是大家原來都發現到 大家玩這個陀螺對戰的目的 其實都是要享受對戰的過程 所以我們不要讓大人去控制什麼 盛授什麼 所以最後就是 在熱烈的對戰聲中 結束了這套動畫 最後就是 我們不要再理大人 我們自己要以陀螺對戰 好啊 我們繼續陀螺對戰 這樣就完了 這個就是第一輯的劇情 第二輯 我必須要說 這個陀螺的動畫 就是前前後 不說之後再出的鋼鐵戰魂世代 關於聖壽的故事 即是這班主角 是前前後後出了三輯的 三輯之後再有鋼鐵戰魂 還有其他拘捕 其實就是另一款陀螺 其實到現在還不可以有 現在還在推出 玩具拉還在推出 對 玩具拉還在推出 其實很長命 我覺得不算搖搖 是因為本來就有一個社群 但是陀螺是他自己 產生了一個新的社群出來 而這個社群 他到現在都還存在 還有我的小厲害 是他產生了這個社群之後 就算未必有動畫帶著 動畫會帶著小朋友再下去玩 但是就算沒有動畫帶著 現在有一班人 是會有些像 我今天沒有說 其實四驅車就是這樣產生出來 就是本來有件玩具 現在還有人玩四驅車 但是現在四驅車 有些人是不理 你有沒有漫畫 有沒有動畫 是自己喜歡玩四驅車的東西 所以繼續營運下去 繼續自己去鑽研 其實陀螺有少少走高四驅車的路 是 有些真的不理你什麼卡不卡 都是純粹改陀螺好玩 就是改陀螺去玩 經營到這些群人出來是厲害的 是 但是關於玩具 你稍後再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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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至少 至少 至少都是陀螺之間互撞 嗯 原來 就是開始入主線 講聖獸 啊 那你又發覺對戰畫面 為什麼呢 為什麼開始不太拼在陀螺上 哈哈哈哈 好像聖獸在互偶 對啊 看到聖獸一隻臭 還有前面他經常都會在解釋對面的陀螺有多厲害的 就是轉速啊 是 破壞力啊 或者防守力啊 防守營啊 或者用重量營 就是他有什麼特殊的配置令到他有某些特殊功能 是 但是由去歐洲旅遊開始呢 開始不解釋對面的討論後來有這麼厲害 哈哈哈哈 總之我就是聖獸創人你聖獸不可以 是啊 是啊 不用管什麼江湖道義的 聖獸搞完就可以了 是啊 那 當年我看好的時候呢 其實就 算是初中 初中那時候我還是有童真點的那些 還會被一些 某時候也看得很開心 我會被一些產品影響到 但是其實 我當年我是看見陀螺 因為那些陀螺造型很漂亮的 很帥的 我變成有買來玩 但其實那個動畫我當年看 我那個有夠夠的 哈哈 我那個有夠的 我那個很明白 我明白你的系列是銷玩具 但是你玩到 始終怎麼說 你那樣東西 不可以 四驅車廂巴人要鬥 玩到車隊性的那些 我當你真的有車隊 其實現在真的有 但問題是你拿了陀螺 你玩到 運動場都爛了 你玩到什麼 用陀螺來侵略世界 我當年還叫做童真 但我那個作用不太大 可能大了一點 我那個時候也偏小 我是很喜歡玩陀螺 但我還是覺得 後面做不完 哈哈哈哈 那時候已經不是很套租的人 但你看這個動畫 你也會套租 是 但那個陀螺真的很壞 因為最後一集 他打過什麼油膩 我玩到 玩到整個 他那個盤 變成了冰山 然後還有我那個冰山 裡面是個異空間 做什麼 啊 而那個敵人 不知道為什麼 發了六對翼出來 然後 然後他就不停跟主角在那裡吹嘴 然後主角又說要召喚我們的星修 然後就我們召喚同伴星修一起打他 那些已經不是陀螺戰了 已經是去到這個 是Pokemon 是Pokemon 照著噴火紅出去打對面水戰龜 整件事本來 所以到動畫就真的是 那時候是純粹為了想看完它 所以才追完它 是不是真的很好看 不是沒有提 其實我追了之後我沒有追 但是我肯定妥照又繼續玩 但是呢 你們現在覺得很誇張 你們真的太天真 嗯 之後那兩輯 我間中也有看過 然後去到開麥克風的時候 也有特意找回來看 就發覺 其實有一條伏線 剛才埋了 一說火渡海三個節 我們是有笑的 那我們幹什麼 會有火渡海的節就笑 不是先 就是這麼多個角色裡面 我真的最喜歡火渡海這個角色 我也是 我也是 就是這麼多個裡面 那些衣服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墨斯跟回美國仔 就是牛仔衫牛仔褲 然後 然後就是 白虎那個 金利 今晚就是中國的傳統衣服 對 那孝南就是普通的年輕人 那些小學雞 劇帽 然後又穿著褲子 那樣 火渡海的造型就沒得輸了 哈哈哈哈 真的帥到爆 為什麼要穿成一個拉打 哈哈哈哈 有隱者的感覺 不知道什麼戰士的感覺 好像有什麼隱者以前 有什麼Xbox那些 有些戰紋在臉上 我原來是化妝的 我原來是化妝的 哈哈哈哈 你這個死人 你這個死忠義病 哈哈哈哈 就是原來是被邪王真眼 那樣本自己戴紅桿的 那樣子 就是畫那些戰紋 不是 可能好像海虎那些戰紋 是要 真的小時候達到那個level才行 就是好像牙狼現在說 聖奶耀是穿了甲去變身 去脫穿很厲害的時候 穿光發光 對 那性格也是最最難頂那個 經常都說到 你們整班垃圾 我最厲害的 但是經常都輸了 整件事都比達了 最後又被孝南感動了 又真心做同伴 那些 但是 之後那兩輯 都前前後後背叛了好幾次 嗯 不夠人 很難犯 很喜歡 人家很想大巴大巴 很喜歡 但是 然後這些都不是我對這個角色最深刻的地方 不不不這個角色其實在動漫圈裡面 都有名的角色 是 那 為什麼這麼出名呢 就是 因為他在最後那一輯的爆旋陀螺 他是成功打破了一個紀錄就是 喂 網球王子都打路放了黑洞 但是都沒有死人 兒童番 其他四驅車當年怎麼撞 都不會死人 但是火道海是成功造就了這個兒童番的創舉 他是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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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喂 不是 不是吧 我們講的其他作品都說 可能說 撞車撞死 就是歌撞車撞死 對 還是安達通那些 喂 底圖是真的 他跟人對戰後 是力盡而死 變了明日之將 他是能力搶得太強 或者打敗對手 都能力搶盡自己的能力 op 把那些力量搶得太強 所以他扯太峻駕就精盡人亡而死 他他每次都要瞪一指我沒事 往下的朋友還說你那天最強的 你那天最強的那天說我沒事 我先走了 你們扯吧 瞪一瞪一瞪好像被人家中了刀 然後再想看 陀螂對戰真的很好玩 回憶畫面就是走迟燈 躲远了,陀螂就碰了 然後他就好像明天之獎白化了又死了 死人 二號第一個真的要死的主角 終於玩陀螺而死 所以現在是《來不開》 我看到Facebook的動漫的頁面 《來不開》還有人截圖死了的圖畫 你有沒有相信一個人就是玩陀螺而死 但其實他沒有死的最後一集出來的 綁了斌帶出來的 盲了眼睛出來的 玩陀螺而死 家長會投訴玩陀螺而死 我想說你說到這樣他也可以復活 除了用龍珠我想到其他方法 沒所謂也要用聖獸 龍珠為什麼可以復活因為自動了神龍 主角是什麼 用聖獸 對啊 對呀 對呀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那時候看會覺得他的對戰 真的到後來是氣功的 就是聖獸 是在那裡 就是你都像周祖那些 體身一樣 打來打來打去 不是他有說普通人看不到的 哈哈哈哈 如果不是整個都被抓了那些人 對 還有我當年不是太喜歡這套動畫 因為陀螺我買回來玩 我真的覺得好玩的 對 你去撞你可能真的算一下我這隻是防守還是攻擊 是個癮的 但問題這套動畫是 太易古劇情了 對 因為他永遠就是玩組隊 我們四拿 可能是四拿四的 然後總之 對 是誰贏了一場輸一場又贏回一場 誰贏了一回合數 那麼變成 有時候有些你明知道 沒有可能是 頭兩個你贏了 兩回合數下去就結束了 你的手就真的不用打 只是網球網之前 有一個是 出門沒得打的 不是那些 那你基本上 你第一個贏了 你猜到第二個 九成九都輸了 如果第二個都贏了 那你猜到後面 第三個一定會輸 當然第四個是血勝負 那一回合 那些會和 那些基本上 因為你有時知道火杜凱你現在在玩E1 你輸夠硬 不用看 下集你可能已經不看了 轉了台 下星期或者隔了一天回來 你看 真的輸了 傻小 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不過癮 太容易猜 而且真的不關陀螺的事 你算了算 前十多集還有嘗試解釋的 後半也免得跟你解釋 遊戲王你那時候也猜到誰贏 誰輸 有些人覺得海馬沒理由說會輸 問題是方法 他有給的方法 他會告訴你他附牌的設計有多厲害 可以玩年紀 不賺死對面 但是陀螺純粹說沒有 你第二個出去就輸了 問題是後面怎樣贏 譬如其中有一個火道海怎樣贏 有隻飛天蠍子他怎樣打贏 叫隻豬雀夾著蠍子飛上天然後打他到地 然後陀螺就停了 不說要是打人摔角 我正在看陀螺 不說嘛 他夾著他 做什麼 不說有人舉收裁判 他有隻豬雀夾人上天的 幹什麼事 不要嘛 那裁判看不到啊 哦 那之後那兩輯是更厲害的 聖獸可以造成物理傷害 什麼 但是幹什麼 以前呢 以前都是出來擺樣子 最多都是兩隻聖獸狐抽 但是最後陀螺都要撞 但是有一次好像有個 其實邪惡博士想抓青龍 然後最後青龍成功召喚到青龍 他就是玩搖搖 他很努力去練 你很容易代入到 你那一件事是真的可以存在的 但是我記得陀螺有些輯素 到最後就是粉碎的敵人的 什麼奸國古蹟 邪惡計劃那些 邪惡計劃那些 他可能要去特襲人家的基地 特襲基地的方法就是 人家的守衛出來 你正常的就是打架的 那些守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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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守衛你一定是一個 我不會讓你空過這裡的 你舉高手拿契堂出來 Go shoot 然後我想說 喂 你不是立警棍偶是好一點呢 然後你就投入不了 我想日夜訪博是不是看了這些東西 所以 所以 所以才寫出紙雙戰機 才寫出紙雙戰機 去解決這個國際總理被挾持的一謀 是 是 是解決政變 所以 代入不了這個堂 這套卡通是真的 我覺得是四套裡面 最超級系也是 最難 我不認同這個最超級系 我覺得今天講最後那個最超級系 應該是最 其實套電影應該是最不好看的一套 是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很長的 我覺得是因為它本身那件玩具好玩 是 然後講一下 但是 剛剛我們不斷笑動畫 但是玩具是真的好玩的 我甚至覺得搖搖你不要計 因為它不是 靠這個玩具的項目而推出來 它只是推出款式而已 但是搖搖這件事本身已經有 它陀螺 還有今天這幾個都是玩具箱 再擺出來一件新玩具 其實陀螺在這幾件事裡面 不算搖搖是最長的那樣 因為它真的那件事本身好玩 是 我看到現在有人玩的可能是 真的搖魚越來越重 陀螺 對不起 陀螺越來越重 即是他們說 你用那些膠 就真的 它用那些鐵來做 就真的很重 轉得很穩的 來玩的 真的 而且好像做過 有一陣子的東西 進了陀螺 你可以按鍵轉模式 轉攻擊模式 和防守模式 有遙控可以按的加速 是做得不錯的 對 而且它能夠設定 你可以用不同的設定 去做不同的戰術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 譬如有一隻 叫獵擊神獸白頭舟 聽名字都知道厲害了 對 那是怎樣呢 是美國隊一個棒球手的陀螺 它的戰術是怎樣呢 就是它能打一下的時候 因為它下面有一個攻擊環 撞到開關打開 它就會整隻彈起 就會將人家整個彈 目標就是將人家彈出場 然後自己跌到地上 很帥氣 就好像彈起來 然後撞起來高速 撞走人家 但現實和理想永遠都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那條彈弓 那隻軸 一彈起之後 就收不回 所以結果之後 通常都會發生兩個情況 就是彈起了 對手沒有飛出場 你自己飛了出場 是自殺式彈出場 因為 那時心哥發了一些片給我看 有些人在試著 告訴你這隻陀螺很夢幼 他們拿出不同的陀螺盤 去試它的彈起 普遍就是 一撞到它的戰鬥環 一撞 然後就死了 自己彈走了 不知道去了哪個盤人 怎麼只剩一隻 又或者是 如果你沒有飛出場 跌回到盤上 就因為你的軸太高了 你沒有了重心 就會整天打橫躺下收皮 要不就 有時候人家 那些不用撞到他收皮 是直接他自己一下來 就已經 或者一下來 已經平衡失散 人家一撞 就可能馬上炒飛了 然後甚至乎試過 那些陀螺盤 就好像可以 後期加一個欄 加一個罩 在旁邊 讓它沒有那麼飛出 可以打久一點 除非加了那些罩 否則普攻一個陀螺 那些膠盤 基本上是九成機會以上 一撞就自己 撞到自殺 沒有人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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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你魔改 你魔改到它彈完之後 那些彈弓可以自己收回 沒有可能的 除非裝遙控 否則沒有人 沒有人 你看著陀螺一撞就自殺 自己飛了走 結果有個盤剩下一隻 你就很想笑 你看到 還有呢 還有其實是 比起個別的陀螺 以前是有一種型號的陀螺 是注定那些東西是按鈕的 就是攻擊型的陀螺 全部都是按鈕的 為什麼 因為以前的規則就是 要是撞人家飛出牆 要是人家停了 你就贏 但是攻擊型的陀螺 就肯定不夠人轉 但是以前那個盤 你要撞人家飛出街 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結果就是 好像很困難的 所以就是攻擊型陀螺 豁湖 所有青龍系列 通常都會發生 就是不能夠人轉 又或者是 因為攻擊型的陀螺 就會自己轉得很激動 亂飛 就會自己飛出牆 總之就是 你永遠不會跟勝利劃稿上等 但是你是主角的陀螺 主角還是主角 主角是用撞翹龍去打 你撞不到龍你就輸 OK 他出不了龍捲風就輸 對 但是後期改了很多東西 很多不同的零件換 以及攻擊型後期的攻擊力 真的好像 剛才的陀螺盤不同了 二來好像是攻擊那些部件 都多了很多玩法 真的攻擊型那些是可以打的 對 對 因為後來鋼鐵志民 去到陀螺設計 如果撞到某個大的衝擊力 是會散開的 如果撞得散別人 你的陀螺也是會當贏的 所以攻擊型陀螺就生存到 就不用像以前的青龍那樣 那麼慘了 另外 不過說起青龍系列 又要再提到我們最愛的瑞記 一定要狠狠地屌這間公司 這次是很高的 就是之前搖搖的搖搖用得是做得比較壞 但是這次的陀螺是蠟燒的 應該說回那時候 市面上你買的陀螺正常有三種 就是不是算型號 是算版本 第一種就是最專櫃入版 多數最貴的 第二就是瑞記的行貨版 可能有貼紙貼的那些 第三就是老翻 應該是TT 有多少個標誌 TT是 一些翻版 而阿森哥也說了 那小弟小時候就買了一隻正版陀螺 很興奮地在街場玩 結果就被其他小學雞凌辱得很慘 為什麼呢 首先第一就是因為他們是去文具店買零件 因為文具店有很多超規格的零件 不是官方的零件 比如剛才說是長等到混蛋的邊 然後還有那些大到手掌那麼大的金屬環 有些車輪環很大隻 好像金輪法王 對 你裝了那些基本上不能輸 你用正版去玩 除非你真的懂得搓龍捲風 直接攻擊玩家 對 然後再加上就算不用那些 老翻那些都是比瑞記的正版厲害 所以那些膠的質素比較好 對 因為瑞記的正版不知道為什麼那些膠很容易撞粒 很容易辣 還有很輕 很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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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知道為什麼老翻那些很實正的 因為老翻那些帽不退帽那麼漂亮 那些膠一砰下去就砰了一堆下去 對 就是你幻想像那些什麼弄曲奇餅那些 那些膠的質素就沾灌下去 對 膠的密度就很高 所以通常都是翻版贏瑞記的正版 對 那日版又肚臭一點的 認真的 日版是更厲害的 但是你那時候 你找到你都貴得很糟糕 老媽媽都不會買給你 所以你那時候都是 街場的小朋友供應 是老翻比較厲害的 瑞記版 你是貴過 你買一隻瑞記版 基本上更要你買幾隻那些翻版的價錢 是 但是你是不夠拆抽的 還有剛才說起青龍 我就更加要狠狠地碰瑞記 因為 日版的青龍是 因為青龍通常都是用橡膠底的 因為這樣會讓它捉得比較厲害 但是日本的橡膠底 是一顆很實正的橡膠 所以是比較耐磨的 但是瑞記那顆膠 是像拆紙膠一樣 磨幾磨呢 就磨到噴噴了 那我怎麼玩啊 我以為有辦法 你知道怎樣解決你的青龍呢 去文具店買回金屬底 有些整個底部是金屬的 你這個青龍不能夠 你去換件 你去換器官 你這個青龍還有一線生機 你要用瑞記原裝 OEM嗎 吃屎吧 不要去搞的 這麼多代的青龍系列 只有青龍聖獸V和青龍聖獸G 是比較玩得起的 因為兩個都是 一個用膠底 一個用金屬底 其他用杖膠底的那些是不用想的 是死硬的 我記得當年如果和人玩 你用元武那些是很臭的 最厲害是元武 最強因為他守著 你撞 然後就是白虎 朱雀就偶爾有一些很傻的設計 所以都是跟上角色的 跟上火道可以嗎 你要終於沿著 跟上火道可以看得到 對 但是青龍就是最傻的 是主角 對 對 你解釋不了 如果以換句來說 他真的是最長壽的 因為那種撞 甚至有撞爆別人的陀螺 那種很痛快的感覺 很多小朋友都會很想玩的 而且有一種改變的 四驅車當年 為何這麼多人追玩 是因為你改到車強 你很有滿足感 你現在玩陀螺 你改到陀螺 去一個很強的狀態 打贏人家 或者撞散人家的陀螺 你的感覺是有了成功感 還有陀螺很重要 不同四驅車 四驅車的熱潮有時高有時低 一來動畫加成 未必有動畫帶就比較難 可能只剩下專業玩家 二來四驅車一定要很大的地方 你一定要有地方砌好賽道才能玩到 但是陀螺不用你拿陀螺盤 可能去樓下公園 放一個陀螺盤 整個小孩去玩就可以了 變成你去地方 你二開檔 就是你二開那壇去玩 二來又可以改變 三圍的陀螺設計真的漂亮 是 變成加上那些元素 你就可以玩到現在 我覺得現在鋼鐵戰魂的樣子 就醜了 但是它的實用度是比以前高了 所以各有各好的地方 現在那些小朋友 因為那種金屬狐狀的感覺就更加好 那些小朋友就更加玩得開心 所以就算不是小朋友 不會吃奶糖果 因為不是小朋友 就算以前已經說了我 一群人讀到大專的時候 跟那些大專同學 突然說那些陀螺好像挺爽的 撞著撞著好像很厲害 那時候有些同學說 不如大家去玩具店買機 就回來玩 可能大了一點的那群人 都會有興趣玩下去 所以它吸引到人入味 它在做下去就會有原因 對 而另一件事我覺得 陀螺是比較小的 相比起其他幾樣玩具 即是不要這樣鋪鋪 不要這樣鋪鋪鋪 你的家長都不會說 這麼容易叫你丟 那你又容易帶出雞 帶回學那些東西 對 所以陀螺叫做 到現在還是在做著 所以它因為玩具設計成功 哪怕這套動畫到現在 對呀 跟我說原來爆船陀螺 在秦始皇時代已經有 不是 陀螺真的有的 但他說那隻陀螺不是真的用來傳那些陀螺 是秦始皇用爆船陀螺和聖獸統一天下 哪怕有這樣的劇情 即是那年經安次巡王為什麼會死亡了 因為秦始皇這隻聖心勁 陀螺一下撞爆了經安 即是經安次巡王不是拿劍的 不是拿一隻陀螺出來和他打我 即是陀螺被營 原來最後那張陀螺是一隻陀螺 就是陀螺 哪怕發展到這樣 但因為玩具設計得好 所以也是有生存的空間 所以也是這類作品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套東西就算 套東西夠不夠 好不好看 跟那個玩具好不好買 很多時候未必有關係 甚至這套我講一點是 因為玩具系列做得好 所以反過來讓那個動畫系列還可以生存 因為那個玩具保持有人玩 所以他可能做一些動畫系列 鞏固一班粉絲 或者再拔人入坑 所以我覺得到後期 是因為陀螺的東西做一段 所以動畫可以有續作 我覺得是 是 所以這個系列是挺有趣的 所以這個系列 好 這一節不如就來到這裡 我講完一個叫成功例子 成功 我們下一節又講一個倒轉的例子 下節講的兩樣嚴格也講了 失敗了 失敗了 失敗也可以是一種成功 另外一種方向的成功 對 我們這一節來這裡 我們下一節再講剩下的兩套作品 好